历代开国皇帝中谁得天下难度最大 历史上的开国帝王中得天下难度最大的首推朱元璋 朱元璋和其他开国皇帝不同 他是真正的一介草民 是唯一一个以平民之身开辟一个王朝的开国帝王 历史上的诸多开国帝王 在启示之初都有一定的班底和地位 可以很快聚拢强大的兵马 从而席卷天下 可朱元璋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和际遇 一步步爬到社会的顶端 朱元璋没有显赫的绅士 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 父母兄弟大都因灾荒而死 朱元璋为了活下去 四处流浪 当过和尚 当过乞丐 常遍人间冷暖 见惯世间极苦 如果一个不慎 可能就因为饥饿而不幸夭折 可见其生存之艰难 朱元璋没有自己的根基 开局一个晚 还是通过加入郭子星的一军 才进入起义的队伍 一步步晋升 步步为营成长起来的 自己的班底还是发达后 提携家乡的子弟组建的 而且手下缺少有能力的谋士 是后来做大招揽破头笑而来的 如此一来 朱元璋夺得天下的难度 就显而易见了